2022新人王由McDonalds冠名赞助 McDonalds APA Next与你一起追逐梦想 荣誉赞助 许氏三叶集团 特别感谢 回顾2015年与2016年 一年两年勇敢挑战纽约 洛杉矶与旧金山 全美3D大PK的新人王舞台 甚至还在2016年的复赛中 幸运抽中特奖 上演阿尔法对高文夺 号称史上无二的精彩歌唱对决 一路让人如此热血沸腾的经典歌唱战役 他就是勇于挑战各种困难的纽约帅哥高文夺 拥有高高瘦瘦的出众外形 来自纽约大苹果的高文夺 就是能够唱书型歌曲的最佳好手 不过跟上东森新人王电视宣布 再次联手McDonald's 推出McDonald's APA Next 与你一起追逐梦想的号召 这回他又重新回到舞台 并在与民主持人果冻的一对一访谈中 自己爆料新人王后超级反差的音乐生活 还是对音乐的一种热爱不想放弃 反正就是很喜欢这种现在这种流行这种 这种Wave 就有很多客人吧 就会想听他们喜欢的风格的歌呀 他就会跑在DJ台上面 然后怎么怎么样 你讲或者打手机 放在手机屏幕上 然后举高高让你看一下 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然后你就打什么样的音乐 其实还好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时间 且为了携手打造2022年 东森新人王20周年王者荣耀演唱会 在系列报导当中 高温多不止又将再一次的亲身感受 什么叫做江山带有人才出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冲击与欣慰 此外高温多也将重新拾回 喜爱挑战与冒险的个性 重新去热爱被人群包围的歌唱舞台 并且挑战主持人果冻 精心设计的第一关 快问快答环节 如果让你选择 你喜欢唱抒情歌还是快歌 都可以 最爱喝的饮料 没有 比赛时有没有想要放弃 没有 有没有爱上参赛者过 没有 你最害怕什么 老鼠 不知打破许多新人王粉丝的眼镜 从舞台上的抒情大男孩 迈入舞台下超反差的DJ人生 且历经新冠疫情过后 高温多却从未放弃接触音乐 即便是常人眼中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与旋律冲击 对热爱歌唱的他来说 这些都是成长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养分之一 也正是因为这一股韧性 面对全新的东森新人王20周年 王者荣耀演唱会 高温多也希望自己能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公开希望能重新组队阿尔法 看看五年后的合体 能激荡出哪些新火花 我其实我还蛮喜欢 蛮想跟阿尔法合作一下 还有林薇 你知道吗 我们问了好多位的选手 好多位的选手都很希望能够跟阿尔法合作 也有其他的选手想要跟林薇合作 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跟阿尔法合作 有一种怎么说呢 有一种情怀吧 毕竟阿尔法跟我是同一年走出来了 这是冠军武士技军 所以能再一次回来 两个人再同时站在一个舞台上 那种感觉我相信应该非常好 系数东增信任王 能够20年来从不间断 获得全美亚裔广大回响的超级魅力 不只是十足发挥 族群融合的影响力 未来自两岸三地 美国 日本 韩国与菲律宾等 上千位亚裔青年 提供实现梦想的绚丽舞台 且迎接2022年 还将于10月7号周五晚上7点 在圣盖伯起来登饭店 举办冬森新人王 20周年王者荣耀演唱会 且活动为鼓励观众踊跃参加 冬森美洲电视还特别开放 可以免费锁票入场 欢迎观众电架 626-581-8899 前来取票 演唱会座位有限 先到先得 查询更多活动详情 请上冬森新人王官网 多谢观众团队有三期报道 凡事都可能实现 并不是空谈 我们从校见证父母 迈向成功 我们花时间在学校 一起游戏 相互陪伴 虽然有些事还在摸索 但我们并不孤单 藉由APANEXT这样的计划 McDonald's多年来 一直心系美国亚太裔学生 提供鼓励 了解更多相关的资源 座谈会与其他计划 请去APANEXT.com 最终我们不再幻想未来 而是逐步的实践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